我是老胡 欢迎收看胡侃 国家新闻出版署连续释放支持国产网游健康发展的信号 无疑呢 有助于人们增加对上周五起草的网络游戏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补充理解 首先呢 新闻出版署强调啊 将在继续听取相关部门企业用户等各方意见的基础上 对征求意见稿做进一步修改完善 通常说啊 既然是征求意见稿 就是可以提意见 可以沟通协商的 新闻出版署在印证这个原则 这一态度呢 我认为非常务实 有助于增加理解提振信心 今天上午新闻出版署呢 又发布了新批准的105款国产游戏版号 腾讯的逆战未来 网易的萤火突击等再列 12月国产游戏版号单次审批数量呢 首次过百 创下新高 而且呢 涵盖游戏企业范围更广了 这些呢 都是支持游戏产业加快发展的清晰举措 上周五 新闻出版署发布新规的征求意见稿时 市场产生了悲观情绪 客观说啊 这当中存在不少误读 加强政策制定与市场主体和广大投资者之间的沟通 打通信息发布和理解的读点 防止解读的异化 已经成为当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要说啊 新闻出版署新规草案第17条18条 想要解决的问题呢 他们的确客观存在 公众对有必要消除网游中存在的那些弊端也有较大共识 但是呢 市场却在第一时间对新规草案做了有些惊慌的理解 市场呢 对政策这种正反馈不足 甚至产生负反馈的情况 恐怕是市场整体信心不足的一种表现 所以呢 相关治理一方面呢 需要具体工作的更加细致 一方面呢 还需要更广泛的治理和改革 加以配合支持 网游是当下互联网经济很重要的一个支脉 GPU的设计基础就和网游有很大关系 中国不可能打击阻碍本国游戏产业的发展 推它往前跑还来不及呢 另外很多事情也都有消极的一面 网游导致了一些人的过度沉迷 也有人正常生活甚至被毁了 这个问题也需要在前进中不断加以缓事 为处理好这个关系 应当说啊 社会的积极性和资源都很多 2019年网游对未成年人做了游戏时长等限制 2021年强化了限制 但大家看他们影响国产游戏行业了吗 显然没有 中国游戏产业的收入今年首破3000亿元大关 大趋势上涨良好 老胡个人对周五游戏板块大跌公开呢 表达了沮丧 但是说实话 我对新规征求意见稿能够接下来得到更好的沟通 整个行业和具体公司的正当利益都能够得到充分保护 而且呢 这个行业接下来能有更大发展 我呢 说实话 是有信心的 老胡相信啊 国家监管机构与行业的大目标 它是高度一致的 如果市场在这当中对一些具体事情有所误读 通过增加有效沟通消除误读 也不应该成为问题 尤其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过之后啊 思想进一步统一了起来 包括游戏行业在内的各个行业发展前景 都应会越来越广阔并且光明 我们下期再见